Head to the Sunshine Coast The place I love most 投資了這個Table Trading的部分 另外就是它主要是在 可能 下蛋之後 等焦的時間上來講 也是一個虛擬的情況 所以分身是會有一點差異 除此之外 其他東西幾乎都是這樣 可以用這方式來驗證 你自己的投資策略 做你投資的假設是正確的 嗯哼 那其實 我是比較快的比較建議 就是說 如果朋友的Table Trading可以盡快的 移到實際的投資 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就盡快移過去就比較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你丟真的錢 跟你丟假的錢 你對於這個東西的觀感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影響到你的 投資策略 進出場的考量 資產的配置 應該說這個 實際性尺寸的配置 通通都會不一樣 那所以說如果 你看如果假設已經 申請了Table Trading 那你只要進一步的 可能經過一些比較好 經過的審查之後 它會審查你的證件 你的賬戶 你的資格 然後就 你可以用同義工具 直接 就完成實際的投資 然後或者說去找其他的權商 有一些很多審查 就是經理工廠 大建的風景比較好 一樣 很值得的意思 那實際的投資帳戶 就要講到 剛才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每一次投資的 配置的比例 也就是說簡單來講就是 Bedding site Bedding smaller 這比較重要 一般來說 一開始可能裡面 大概要放多少錢 你可能 我是覺得 如果要開始進行 美股的投資 是看你個人 我覺得 至少要放個 五千塊 或者是說 一兩萬塊 就是基本的 就一定要 那平日來說 我覺得大概 大家都會放個 兩萬五千塊 或者三萬五千塊 的部分 然後在這個賬戶的部分 來講 其實 就是 一般的回去開的賬戶 一開始都是從 所謂的 融資的賬戶開始 就是 module account 那這個付塊來講 你任何的交易 你如果賺錢 就是會有cap token 而且都是要扣稅 如果 賠錢的 你也可以拿來 比稅 那另外的賬戶 就是所謂的 退休賬戶 像是Lost IRA 或是 traditional IRA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就是所謂的 現金帳戶 不可以做任何的融資 也就是說 你裡面的現金是多少 那你可以交易的 額度就是多少 那融資商戶來講 你放了一萬塊美金 進去 如果都是現金 那你可能可以交易 兩萬塊的 那個 額度 那對 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它會有 淡淡的一個效益 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實際的操作 那就要注意到一下 公平的評估 就是回到大家前面講的 一個比例的部分 控制 嗯 那其他還有 要特別注意的東西 就是 你實際進場前 一定要做好 做壞的打算 做前面的頻道 美工會股市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股票 它一天 感受探權會提到零 不是不可能的 嗯哼 好 那所以你要知道這個 最快的情況 這幾次是能夠成功 當然不是說 口頭上講 可不可以 可是 如果它發生了之後 事實上 會讓你失敗 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嗯哼 或是會讓你做出一些 夢境 要決定 這些都是要拼命的 然後 也要提起最好 可以列出客戶 可能會發生的動畫 比如說 也會在 它可能跌了百分之多少 它就會射評算 那百分之多少 之後它可能就會賣出 之類的 這些人會這樣做 那你這些狀況 你可能自己要去 擬定好 然後 制定一些規則 並且要硬硬的對策 或是所謂的退場策略 嗯 那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看對 那如果你是 制定出了 這原刷的規則 然後也是又慢慢的調整 自己 我覺得是 最好遵守 這樣的投資規則 就是所謂的理性投資 所以它因為 這事情是很興奮 或聽了這一講 開始心動了 然後就 做一些 比較大部分的投資 或者說 開始 沒有去研究 然後就緊張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 屬於 情緒性的 情緒性的決策 就不成功了 嗯 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 如果要開心的話 可以從這邊開始 那最後我這邊個人的經驗 就是說 如果 叫做投資 初步的一個規劃或是計劃 我的做法其實感覺不一樣 但是我的做法 我希望比較有 系統性的方式 所以說場面造成出來的 一開始也不是也沒有想到這個 然後慢慢的就是 開始收集資料 看看你在怎麼做 那我目前來講的話 我會去思考說 我是想要 學習長期或是短期的投資 那或是兩種多權 或是其他種 那剛才前面講的 會評估我的風險承受能力 那接下來比較重要的就是 既然有計劃 就會有目標 那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我的方式很簡單 最主要我會用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就是 就是 就是P等於C除以I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P呢 其實就是本金 或是說你的 賬戶的資產 那用白話一點來講 就是說 我需要達到多少的資產目標 才能去考慮這個 退酬這些事情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來講 剛才講到I的就是說 獲利的能力 每年平均的獲利能力 那這個就是 自己可能要長期 就是去努力的一個目標 逐步的把這個東西給提升起來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他還講到C的目標 C部分可能可以是 實際的一個獲利 就是Capt Token 或者是你一個月的Cash Flow 也就是說每年的實際的獲利 那退休之後 換句話說 如果退休之後 以這個角度來看 你每個月需要多少的收入 才可以維持你想要的投資 比如說你現在的 生活品質可能 一個月需要無限換年金 那你可能在 你通過公告率來講 那你可能在三十七年之後 你大概要 一萬塊的速度 可以維持相同的通過變速 那這個C就很重要 這個C就是五千或是一萬 所以 按照這個簡單的這個公司 你就叫它退休進攻就好 那我就可以去制定 所以我們一個 投資目標與計劃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你可以在臉書、YouTube、微博和優酷 找到我們喔